曾拿过两座金曲奖的台语歌后曾心梅,退圈后几年,又是开包子店,又是经营冰品饮料,生意起起落落,但她始终保持着不屈不挠的劲头,私下与丈夫结婚二十年至今无子,曾心梅以,天宫藤汉人,半包烟等金曲广为人知,斜杠餐饮业多年的她,曾卖过包子,冰品。 2021年更将曾心梅冰铺原址改装扩大,成立全新团聚品牌,未料近日餐厅却传出收摊消息,让不少顾客错误。 对此,曾心梅也吐露心情,曾心梅接受三立新闻网访问,透露餐厅已在去年9月底结束营业,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要收。 虽然经历很多波折,像是疫情也是这样撑过来,没想到随着解封生意越来越好,但却迟迟找不到人手。 让曾心梅无奈地说,现在人真的很难找,不仅尝试登报纸,人力银行,征人广告,甚至还开出一个月四万元的薪水, 却都无法找到适合的人才,让他只好亲自到店里帮忙,平时也就没有固定休息时间。 事实上,曾心梅2021年在旧址成立新餐饮品牌团聚,当时装潢设计就砸下新台币近三百万元。 对此本人也透露,因为前面疫情再加上装潢,确实有小赔一些,但实际金额不太清楚,至于是否在尝试其他副业。 曾心梅表示,开店的部分我暂时没有这个想法,还是重拾歌唱事业比较好,现阶段不想把自己弄得这么忙,等到未来我年纪大一点,可能没有唱歌了,再来教大家怎么弄这些东西。 此外,曾心梅透露自己把店里的生财工具,不收一毛钱全给了店里的一位单亲妈妈,因为她出去也不知道能找什么工作, 所以我就把冰箱等生财器具送给她,帮助她开了一间店。 曾心梅目前不仅有固定的商业,日前还接了一些尾牙,手中还有在信集卫视主持的台湾大歌厅节目,面对热爱的演艺事业,只好做出取舍。 1970年,曾心梅出生于台湾,那时候她还叫曾小平,她的家境很一般,而曾心梅当时作为家里的长女,理所应当的也开始了为家庭分担。 多年后,曾心梅表示,自己还只有四五岁大的时候,就开始跟着父母在市场上摆摊了,或许正是因为童年有过摆摊的经历。 所以当多年后退出歌坛,曾心梅又重新干回了老本行。 那期间,她似乎发现了一个比摆摊做生意更好且更快的赚钱方法,唱歌。 曾心梅说过,自己从小似乎就有唱歌的天赋。 据说那时候,只要听说有歌唱比赛,父亲就会亲自开车带着女儿去报名参加,渐渐地比赛参加多了。 曾心梅不但取得了好成绩,更想利用唱歌赚钱。 她开始模仿一些知名歌手诸如蔡秋凤、黄以玲等人,通过模仿歌手的音乐,然后再为一些小公司伴唱的歌带录音。 钱虽然并不多,可对仍旧在读书的曾心梅而言,已经足够生活费了。 因为从小家境一般,从那时候起,曾心梅唱歌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赚钱。 为了女儿将来的发展,她们全家北上来到了台北。 父亲开了一家银饰店,自己还亲自做着银匠的活。 来到台北后,曾心梅面前的机会一下子多了起来。 1988年,她的第一张专辑《腌制酒》发行。 此时的曾心梅签约了,上阁唱片,作为一个新人,公司也曾尽力地捧她出道。 此后两年,公司一连为曾心梅推出四张专辑,但是从市场的反馈结果看。 这些专辑在发行后都如同时辰大海,销量上不去,歌手自然就不会被更多的听众知道。 而且,曾心梅早期的出道,仍旧以翻唱歌曲为主。 这在很大程度上,又为其事业的发展增添了不少未知因素。 随着事业的逐渐开拓,曾心梅也曾在电台主持过音乐节目。 自那之后,曾心梅开始扩展自己的事业版图。 除了唱歌之外,她还涉足了电视台的节目主持。 2003年,对于33岁的曾心梅来说,是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。 在事业上,她凭借着《我的音乐你的歌》。 这档综艺节目,获得了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的提名。 与此同时,这一年曾心梅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她的丈夫郑文祥是一名潜水员兼教练,相比于当时事业有成。 舅舅彭恰恰又是圈内资深人士的曾心梅。 他们的结合曾一度让外界感到她势在下架。 毕竟曾心梅的事业辉煌,而家庭条件也相当优越。 但是,外界普遍认为她可以找到更好的对象。 然而,这只是外界的看法。 事实上,曾心梅并不以此为意。 结婚后的几年里,她为了家庭依然辛勤劳作。 虽然外界可能认为她的生活并不顺遂,但她对此有着自己的看法。 她之所以选择,下架,是因为郑文祥答应了她的几个条件。 曾心梅属于丁克一族。 她在和郑文祥恋爱时,就明确表示将来不想要孩子。 这不仅是一种试探,更表明了她的态度和立场。 尽管对大多数人来说,结婚后都会有孩子的期待。 但对曾心梅来说,这并不是必然的选择。 如果郑文祥当初有要孩子的想法,也许两人的婚姻就不会走到今天。 幸运的是,郑文祥答应了曾心梅的要求。 更重要的是,她还能说服自己的父母不要孙子。 许多年轻女性都希望在结婚后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,不必受到老人的过多干涉。 仅凭不生孩子这一点,曾心梅就对郑文祥心服口服了。 他们结婚后独自生活,日常也不需要与公公婆婆共处。 正因为丈夫能够做到这些,两人才能最终走进婚姻的殿堂。 结婚的第九年,曾心梅甚至专门开了一场演唱会,唱了心腹。 外界普遍认为,这是曾心梅以媳妇的身份。 对夫家的感激之情,当时的曾心梅生活平淡而愉悦。 她的婆家和娘家都在台北的市邻,距离不远。 因此她可以方便地与两家人往来。 至于曾心梅的婆婆,几年来一直非常关心儿媳。 有一年,曾心梅过生日,由于她要举办演唱会不在家, 婆婆提前为她举行了一个家庭聚会,为她庆祝生日。 当媒体问及曾心梅为何这么多年都不想要孩子时, 她回答称,她把母亲当作孩子来照顾。 当时曾心梅的母亲已经六十多岁, 仍在经营着自己早年开设的银饰店, 只是店里再没有那个老银匠了。 这也正是曾心梅最为遗憾的地方。 她的父亲去世较早,几乎没有看到女儿, 将来有了更大的成就。 所以每每谈及此事,曾心梅都是充满遗憾的。 据说她一直怀念父亲,多年来一直不敢唱《洛宇生》。 这首歌,2012年,曾心梅在一次演唱会上终于唱了这首歌。 她在现场一边唱,也一边泪流满面。 曾心梅还跟现场的歌迷表示, 作为子女,一定要在父母健康的时候尽力为他们做些什么。 她坦言,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父亲还在世的时候, 没有亲口对她说爱你。 除此之外,她还信心满满地表示, 自己绝对不会和丈夫离婚。 当年的演唱会爆满,收入达到了500万。 而此时的曾心梅,在2010年又一次拿到了金曲奖。 可以说,在事业和家庭上,她获得了双丰收。 由于丈夫是潜水员,曾心梅也早已热爱上了潜水。 然而,在2013年8月份的一次潜水中, 夫妻俩差点葬身大海。 当时除了曾心梅夫妇, 还有其他的一些游客同行。 在潜入水深20米处时, 曾心梅一度沉迷于水下的生物拍摄中。 但当她转过头来时, 却发现同行的男游客抢走了她丈夫的氧气瓶。 曾心梅赶紧游到丈夫身边, 和她共享一个氧气瓶, 然后慢慢浮出水面。 事后得知, 那名游客竟是一名潜水教练时。 他在媒体上公开批评说, 这样不顾他人安危的人又怎么能去救人呢? 当年11月, 曾心梅在台北举办演唱会, 主办方还送给她和丈夫去马尔代夫的机票。 曾心梅表示, 她会和丈夫通过潜水的方式来纪念他们的结婚周年。 春节期间, 他们一同前往马尔代夫和泰国的斯米兰群岛度假。 在泰国游玩了6天, 在马尔代夫待了9天, 特别是在马尔代夫的旅行中, 他们完全住在游艇上, 航行到哪里就在哪里潜水。 从学会潜水到那时候, 曾心梅已经累计使用了500个氧气瓶, 她甚至在水下举行了特别的庆祝活动。 虽然潜水惊险刺激, 但是海底的世界永远是未知难料的。 2015年, 曾心梅和丈夫再次前往科摩多岛潜水, 这一次潜水的深度仍然是20米左右。 然而对当地水文不了解的曾心梅, 却在下潜后遭遇了强大的海底暗流。 那时她心想着自己可能真的要死了。 慢慢上浮后, 依旧被海水冲出去好远。 索性后来她被救援船救起, 才算是没有酿成事故。 这一次的劫后余生似乎对曾心梅影响很大。 2016年起, 她开始告别歌坛和主持剑, 在台北的街头卖起了包子。 据说其门面的投入资金在21万人民币左右。 刚开张的时候, 每月的营业额可以达到3万左右。 心梅不仅是店长, 还负责结算和亲自送货。 谭吉为什么要开店铺? 她说自己老了后, 至少能有一件要做的事情。 店铺的生意前两年还不错。 最高峰的时候, 她在台北一口气又增加了三个铺面。 那期间, 月营业额达到了40万新台币。 但是仅仅三年的时间, 曾心梅却把所有的门店都关掉了。 当时曾心梅还吐槽, 说是台湾政府推行的。 一例一休, 新的工修规定害了她。 而网友却表示, 先从自身找找原因。 实际上, 店铺的官章可能跟包子的制作方法改变有关。 最初她门店的营销口号是手工制作, 老面团发酵。 曾心梅称自己将来还会重新开包子铺。 她表示, 不能用机器做, 因为人的嘴巴很挑剔。 这说明, 在她的门店增多之后, 可能放弃了此前的手工制作方法。 而在包子铺关门后, 曾心梅又卖起了冰品饮料。 新的门店光是装修, 就又投入了300万新台币。 未来的生意怎么样?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。 而音乐圈每当有新人发行专辑, 曾心梅也会前去凑凑热闹。 2022年春天, 在出席歌手谈静的新专辑发布会时, 曾心梅表示, 今后还会唱歌, 但不会再发专辑了。 作为曾经的金曲奖歌后, 如今居然去卖包子卖饮品。 很多人都感叹说她的生活沦落了。 不过话说回来, 一切都是曾心梅自己选择的生活。 毕竟, 谁都不会是歌坛的长青树。 已经53岁的曾心梅布局老年后的生活, 也是情理之中。